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,奋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,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,见仅91周年光荣的中国人民,解放军迎来了建军91周年,我们向全军指战员,武警部队官兵,弥兵预备一人员,这一节日的热烈祝贺,向军队离退休老干部,这也退伍军员, 中国人,伤残军人和列军属,表示亲切的慰问,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,并没有人民的一切,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人民军队,有着光荣的历史,91年前南昌城投,一声枪响,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弹幕,革命战争年代,在党的领导下,这支英雄的人民军队,以无往不胜的英雄气概,兼人不拔的革命毅力, 灵活激动的战略战术,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,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,打败了国内外异常凶恶的敌人,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,以鲜血和生命为创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建立了不朽功勋,彻底扭转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落后来打的被动局面, 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这样,将中国共产党的命运,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运,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命运同自己的命运牢牢融住在了一起,成为一支在党的决定领导下对国家,民族,人民无比忠诚的英雄人民军队,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,人民军队在社会主义革命、建设、改革波澜壮阔的历程中一路走来,紧跟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步伐,在战斗中成长,在继承中创新,在建设中发展,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水平不断提高,威慑和实战能力不断增强,伴随着中华民族从站起来,不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, 人民军队已经由过去单一军中的军队发展,成为诸军兵重联合的强大军队,由过去小米加步枪,武装起来的军队发展,成为基本实现机械化,加快迈向信息化的强大军队,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,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,理想信念的伟大力量,改革创新的伟大力量,战斗精神的伟大力量,革命纪律的伟大力量, 军民团结的伟大力量,归根到底,彰显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,与时俱进,创新发展的伟大力量,党的十八大以来,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坚持,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, 着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,仅仅围绕新时代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强大人民军队,怎样建设强大人民军队,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,形成了习近平强军思想,开拓了中国特色强军之路, 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,和军事实践发展推向新境界,习近平强军思想,凝确了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,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,社会主义思想的军事篇,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,中国化时代化的先飞远,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重大突破,重大创新,重大发展, 正是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下,握军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,上迈出了坚实步伐,推动政治生态重塑,组织形态重塑,力量体系重塑, 作风形象重塑,实现体制一新,结构一新,格局一新,面貌一新,取得历史性成就,发生历史性变革,国防军队建设进入新时代,新时代随生新思想,新思想引领新时代,党有十九大会就了把人民军队,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总目标和路线图,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, 世界是一支听党指挥,能打胜仗,作风有两个人民军队,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,到本世纪中也把人民军队,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, 经过一代代人的接续奋斗,我军舰设取得重大成就,同时也存在两个差距还很大,两个能力不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, 面对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,战争形态加快在信息化战争演变,各种安全危险叠加凸显, 国内外安全形势更加严峻杂,军队现代化建设必须加近战略转型,支援我军进军打仗,被重大问题,极大有效破解。 将军事业认重到远,需要与实距禁的理论指导,在我党国际历史上, 越是处在国家和民族的重大关头,越是处在建设和发展的关键时期, 就越需要发挥思想理论的引领作用,凝聚攻坚克难的强大精神力量。 党的十八大以来,党的军事理论创新与军事实践,创造同步发展的伟大历程中发表, 明,习近平强军思想,引领着强军实践,升华于强军实践,是人民军队的根本至胜之道, 已经并将继续之音,我军奋力开拓强军新时代,沿着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坚定前行, 实现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,必须高举习近平强军思想正面旗帜不动摇,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,向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目标断尽, 就要在统一思想,凝聚力量上取得实效, 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强军思想的重大意义, 深刻领会及精神实质,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, 以相明的政治态度牢固权力习近平强军思想, 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, 真正立起统领部队建设的魂,指导各项工作的纲, 切实增强政治认同、理论认同、思想认同、情感认同, 始终在政治立场、政治方向、政治原则、 政治道路上同意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大中央保持高度一致, 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自觉,把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准确, 贯彻到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, 引导官兵强化四个意识,增强四个自信, 全面贯策党领党人民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, 做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坚定信仰者, 忠实执行者,模范进行者,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, 向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目标奔进, 就要在认清使命、强化担当上取得实效, 要充分认清强国强军的实在要求,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, 适应战争形态和作战样, 去发展趋势, 加快构建强大的现代化陆军、海军、空军、 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, 建设科学完备的联合作战体制机制, 要紧盯前沿进钉对手, 加快极高机率网络信息体系, 那联合作战能力, 全域作战能力, 必须适应国家安全环境深刻变化, 扎实做好各战略方向军事斗争准备, 统筹推荐传统安全领域和新型安全领域军事斗争准备, 整体运筹战与直战, 维权与维稳, 威慑与实战, 战争行动, 与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, 坚决打败一切来烦之敌, 以强大的战略支撑, 确实担当其党和人民, 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,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, 向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目标奔进, 就要在推动工作, 建筑行动上取得失效, 要大力推荐政治警军, 加持开展传承红色基业, 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, 让党的创新理论落地深根, 开花结果, 拥抱人民军队性质, 宗旨, 本色, 军队忠诚, 纯洁, 可靠, 大力推进改革强军, 巩固拓展改革阶段性成果, 在政策制度调整, 运行机制创新, 军事管理革命上聚焦发力, 全面实现国防和军队改革目标, 大力推进科技新军, 主要打赢民间的战争, 强奥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, 扭住智能化这个重要发展方向, 加快自主创新步伐, 推进战略性, 前沿性, 颠覆新技术突破, 加强军事人才培养体系, 和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建设, 努力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, 全面从严治军, 大力推进依法治军, 完善和巴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, 强化法规制度执行, 增强官兵法治素养, 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, 推动制军方式根本性转变, 坚持复国和强军相统一, 加快行程权要素, 多领域, 高效益的知名融合深度发展格局, 实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综合效益最大化, 丁城万里, 出行如盘, 站上新的起点, 强军新军事业, 已开创出崭新局面, 奔向美好未来, 强军新军事业激励皆是奋斗再创辉煌, 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, 由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科学指引,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, 就一定能够实现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。